欢迎各位来到张富源跑马 士丁明的朋友 我们录影时间是今天星期五 明天会转播两地的海外赛事过来 下午转播新加坡黑能之一里赛感标日 一说到新加坡马就一定要找祖士帮忙分析 张三母有什么问题想问祖士 好了 明天就是 新加坡有长直路短直路的 这场是跑长还是短的 跑长的 新加坡那边的操作就跟香港不同 一天每天分开两个不同赛道 好像明天黑人之里赛日 头那几场是跑短直路的 但是香港转播的那七场都是跑长直路的 但见到那只超马神区应该是香港那只 这只马都有估计的 因为过了去新加坡跑 其实都是有以前香港那些行家专针引线的 但是去到那边 赢了新加坡金杯之后 我都问过会不会考虑去远征杜拜 就是跑去最擅长的泥地 去到那时跟我说不会了 因为今年的黑人之一里赛 就不会受外国马报名的 所以都留在那里跑 就对对手会弱点 明白 不过是七岁的了 尽快跑完他了 另外就 林家准掌就在香港短道錦标 带了两队带入直路之后 包尾回来 究竟 他是输实力的 因为他根本不是1200米马 1600米又对不对跑 这只马其实去年是新加坡马王 还有 他在新加坡这么久 唯一一场不入三甲 就是跑去年这一场 一场錦标赛 那时就可能会觉得他 1600可能真的贵一些 但是之后他跑 新加坡打比 我们也有转播 他就险胜了对手 那当时就可能说是欺负童年的马匹 但是今年他在香港短道 錦标包尾之后 回到新加坡其实两战两胜 就是他初出那场就赢了一场 1200米的三级赛 他是全天后跑到的 那接着上一场其实就是 又是跑回今次的路程 1600米 还有21级赛来佛士杯 亦都是平榜上阵 他弹掉今次那场那只青蛙王子 整两个轮 就是赢得没得跑 会不会林家俊将等于遥昌之星呢 就是扶仔就威晒一 去到大场不够跑 会不会是这样的情况 很大程度是 始终你去到国际一级赛 我去香港这条錦标 那些马又和新加坡那些马差很远 现在新加坡那只像火箭人那样的级赛 是的 我看到中环天地和以前的中环大地有没有关系的 应该都是同一批人拥有的 那这只就是 一开始就在新加坡跑的 以前中环大地就从香港退役过去新加坡 赢过2级赛的 哦 OK 马亚还没回到去的是不是? 还没啊 他说请假去巴西一排完之后再回到新加坡 好了 见到几个骑士 那斯文洛在那边是否算是超班呢? 同家准将的骑士都十一场头马 哦 是哦 道役就是斯文洛的老对手来的 这两年是不是成绩差了一些? 为什么?老了一些? 都是老的 二来就是 我留意到他有时排位之后又说有些伤患又退出 那另外最大的问题都是他要骑一些很重磅的马才行 就是又是体重问题 我最后的武装是怎样的? 我看到他有个列马斯 当然我再来看看就是4号马 还有这个白利奇 白利奇就是两只的4.7都是他的 那斯文洛是澳门第一代的澳洲骑士 当时的译名叫做《暴落》 就是《暴民日报》 《快乐乐乐》 那很早退役的 我还记得当年 我好朋友澳洲的老友 Joe Frazier介绍我认识的 就是点头交 就是没什么特别说话的 那三下眼就已经去了 新加坡练了十几年了 是啊是啊 就是稳稳稳稳稳稳 我再补出一句 林家准将的列马斯的马定然 应该就是John Ma 就是他父亲是上一代的 斯加坡列马斯来吧 是啊是啊 之前有些访问都说过 他爸爸也赢过这个 阿仁之利赛的 哦 那他去年其实林家准将输那一场 赢了那一只也是林家的马 是林家闪电 所以他也赢过了 John Ma 不是这个这个 这个就是在 西加坡开创的 John Ma就是这个 这个墨尼本的二流 二流列马斯 是 所以他当年去到 西加坡都够跑的 那这两位跑 说回这场了 那怎么选择呢 怎么选择那三四个重心马 出来呢 他现在准将在新加坡有多超强 那这只没理由不要 是的 还有他上一场赢了 来佛事杯 他不用自己一只放头 塞住一二三位 赢得更轻松 那这场加入了一只 一向以放头 跑法真胜 那些名望之胜 我觉得会报处 可能会比上一次来佛事杯 那一场可能更快一点 那他又是塞住一些好位子 入直路 一折头三名就会很稳定 那这只马 嗯 梁家俊将 次选我 我喜欢姓十字 那是 薛凯华是 今场唯一 特别 快一日排给他的骑士 那他站这只马 应该有些计 那还有 这只马 今季最近跑了两场 一场就是来佛事杯 输给 林家俊将跑第三 另外一场就是跑千四米 即是宿程二百米 跑二级赛 以前香港也转播过 那场二级赛 千四米 那他又是在一个很厚的位置 后上回来跑第四 那这只马 全场后竞来说 会是数一数二的 那又有薛凯华 坐镇 我觉得他和林家俊将 可以三甲中包办两只 有没有那些马 比这两只 威胁这两只 我猜到应该都难 如果看上场 林家俊将 那种跑 反正那一场 来佛事杯 这一同场有很多 都跟他跑过 迫都没得迫 林家俊将 应该都是一一 很多人是否划算 看他如何表演 我觉得 如果我觉得可以尽量 撥一下 射手 ructure 街头梦想 虽然他还没跑过級制赛 但这一只马一路 赴上来 气势相当之强 和同场 和青蛙王子 聖十字 全部都跑过 都赢过 所以当时街头梦想 受让榜 但現在平榜是否可以再加上水準呢? 這場可以試一下,因為這隻馬原格來說是跨季六折 今季跑五場贏五場,所以這隻馬是值得試一下 不過為律師,不知為何小文龍不選這隻 但11號不知為何,祖士,你知不知道為何 牠排面差一點,我看牠的積很普通的馬 小文龍會不選這隻,不知為何 近兩場都是史超域,雖然是史文樂 這兩場是史超域,所以主動拳在史超域身上 不在史文樂身上 對,我也覺得是 史超域這位人好像是澳門騎過的 是啊,是騎過的 騎過的,騎過的年代好像我沒有那麼多 跟騎士接觸或是做訪問 但我只知道他現在不知是否是老婆 還是女朋友,是以前詹馬健的女兒 OK,所以他試試幫我計劃你 是的,OK 但你那個級數就是很普通的 就是澳門 是的 有個潘曉明,潘尿朗 這個是巴西仔,過得去的 去年其實也試過在新加坡那段時間 但後來又犯了天條 沒有發牌給他 之後去了杜拜客串 上年杜拜馬貴 11月至今年4月 跑完之後又重新過一個冷行 OK,OK 我們都略為有些印象的騎鏈 就介紹了 綜合來說 早時掌握補足 16,阿森要7,你多加一隻好嗎 我也是要回超霸神區 剛才說了這麼久 都是部署衣場 OK 好了,綜合 1367 我想大家不反對 1號是1號做膽 是呀 如果你買單T 16雙膽 我好像聽見你口氣 是呀 你跑兩個位子 你打算是16 3號裡面有兩隻 16雙膽拖27 好 3號 3號 2號 青蛙王子應該不是以前香港那隻的 不是 應該不是 不是 OK 好了 這場我們就是1367 可以投注方法 16雙膽拖37 幸好這場5號退出了 我們就說下一場 另一場就是S1第七場 即是尾場 即明天下午的尾場 S1第七場 第三班洋菜跑了1400 草地 這場我也是找到史文樂去做膽 追風寶區 始終這隻馬雖然近今季還未贏 但也算準成 三次都是入三甲 上次跑完1600那場 休息一休息 縮起1400 都應該夠新鮮感 數段不會太厚 那麼 史文樂 其實我覺得今天 今期轉播賽的實力馬就不是太多 這隻可能會比較穩陣 所以就希望有座位望贏的機會 次選 二、三、四選 其實我也是選了上次 即是跟聖十字跑那場二級賽的 這個1400 跑過有份那三隻馬的 包括 如果次選 我會選擇11號的三叉擊 因為他上次其實蝕分蝕得很厲害的 那場二級賽 但是他都後上跑第五 其實跟聖十字差不多一起過終點 所以這隻馬 今場跑完完班的賽事 是揹輕磅 就會有多好處 還有排內檔也都是早段 不用太厚 計算進度 跑完這標準班次賽事 是對追風寶區最大威脅的一隻 鹹蛋馬克和沙巴之星 上一場都有跑過那一場二級賽的 鹹蛋馬克這隻馬 其實之前在轉播賽都見過 好像我記得 印象中都有過表現的 但是這隻馬最大的缺點 就是經常萬集 萬一萬集 萬一萬集之餘 他經常都可以在後面追回一些失地 所以能力就不會太差 今次有涉海華騎 那個死榜也不會太多 這隻馬應該也會 在轉播賽來香港出擊 我覺得他 最後一隻 這個沙巴之星 就是上次如果計算名次 就比較差 但是你看看那條片 他出閘其實很順利 但是跑了兩步 是被其他馬劑押了 抽到包尾 直接脫節那隻包尾 其實那時候那個騎士 不為以甚 之後回來 所以輸遠一點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你查回這隻馬 之前有一場是 也是跑千四米的 其實那一場他就贏了鹹蛋馬克 第三就是追風寶區 所以這三隻馬 其實可能實力也挺接近的 所以如果要得 之前那兩隻 這隻也要加入考慮 全場我最喜歡的 就是八路沙巴之星 早前分析了 所以我選這隻 我都覺得是三分析 我喜歡這隻 貼士的詩序 如果是喜歡 就擺到第三選 好嗎 好嗎 好 還要早時間調轉 對嗎 也沒有所謂 因為其實我覺得 追風寶區 是三格比較穩陣的 如果你要單T 或者Q 或者位置Q 就找追風寶區 當然 反而 跑完二級賽那三隻 比較有資格 哦 知道 有其他可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新加坡的操作 比較少會這樣 因為馬來西亞 沒有燈光 如果馬來西亞一雷 不可以等那個時間 但是新加坡 可能會等到雷布散了 才繼續跑 可能延遲半個小時 一個小時 都試過過 是的 是的 不要緊 香港還沒 一路走 因為英國抹十點才開跑 有很多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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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很感謝祖士 幫我們分析 克蘭基里賽日那兩場賽事 我們下次有機會 再找祖士 幫我們分析一下新加坡 還有其他地方的賽事 好吧 我們這集談到這麼多 歡迎各位網友 訂閱我這個頻道 給我們多點鼓勵 一個Like給我們 亦都歡迎成為所有會員 成為所有會員的方法 可以看看YouTube文字畫 裡面的連結 就知道成為所有會員的方法 我們這集談到這麼多